原标题 王帝的后代,光绪无后,溥仪自然有资格接任皇帝,而且他年龄尚小,很容易被掌控,因此慈禧太后才选择了溥仪,而没有选择其他皇室血脉。 溥仪三岁登基,皇帝椅子还没有坐热,便被原是凯义干人等抢逼血位,被赶出紫禁城后流落到天津,因为皇帝身份,他仍旧被各国的人尊重。 好吃的好玩的基本上,他都能免费使用,就连那些不对华人开放的场所溥仪,仍旧能自由进出。 28岁那年,日本成立维满洲,将溥仪弄过去当维满洲皇帝,以此来笼络人心,然而在39岁时又逊位,彻底失去了皇帝身份。 日本战败后,溥仪准备逃亡日本,可还没登基就被苏联抓捕,作为战犯关进了监狱。 新中国成立后,溥仪被引渡回国,被关在了功德林。 不过幸运的是,他只改造了十年便被释放出狱,还在总理的安排下有了一份工作。 经过十年改造,溥仪归了很多活,基本的生活能够自理。 他工作时和寻常百姓一样,起公交上下班。 有一次,他下班准备起公交回家,在路上遇到一群人。 扑通一下,一群人都跪了下来,叫溥仪为皇上。 溥仪见词就说,都解放这么多年了,还来这一套。 说完便离去。 展开全文当时虽然已解放多年,可禁锢在人们脑子里千年的封建王朝,却不容易解放。 解放后,有无数民间骗子称帝,跟随着目不暇接,因为皇帝的阴影仍旧笼罩在人们心里。 溥仪经过十年改造,思想上基本得到了改造,可是其他清朝遗老,或者说是接受过清朝统治的人,很难改变自己几十年塑造的思想体系。 当时的溥仪已经五十多岁了,他的一生有惊也有喜,皇帝梦的幻灭导致他自己也陷。 入了绝境,当初去维曼洲当皇帝,就是与华夏为敌,与外寇为伍。 当时溥仪脑子也很简单,以为日本是帮他复辟清朝,没想到,过去做了傀儡皇帝,连自己的隐私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中。 后来做了战犯,基本生活无法自理,幸有监狱管理人员的帮助,才能学会自己动手封衣足时,如果没有经过改造,将溥仪放在大街上自己生活,恐怕要么饿死要么冻死,他做过皇帝,也是中国上百上千皇帝中最落魄的一位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